字幕 slack is uploaded to nude objects 大家是幾共深愛香港這國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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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6日 移民展览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有能力的早日移民 没有能力的积序实力 然后移民 做洋人养的那只寵物 都比在香港做一等人的 是啊 你一等人都是住个盒子的 人家 老实说 他真是 打个conservatory 给自己一只狗住的 又可以晒太阳 又可以散步 活动的空间 绝对是足够的 有三餐无优 那你不像以前 1970年代 其实香港是历经三次的移民潮的 第一次就是六七暴动之后 第二次呢 就是八九民运之后 今次来到第三民 不同之处就是 第一代的移民 他们是想着捱的 去旧金山 洗大饼什么都好 捱出个未来 没想过回头 那一代人是很硬正的 而第二代 说八九民运那班 就是想着去买个保险 即是将来回流 赚钱 例子就好像姜大伟那些 你移民去加拿大 多重税才行 但是你要做好财务规划 偏偏很少人会做好财务规划 结果税局一追到你的时候 我们叫这些 short of money 突然之间不够钱 尤其是娱乐圈 洗特的 但是那一代人 都是想着拿多个值 是介乎在十五十六之间 好了 来到这一代 很特别的就是 讲决心不够第一代 就是鬼叫你穷 顶眼上 走出去 刀里刀里去 火里火里去 没有这些 时代不同 而你说第二代那些 就是买个保险 不会的 个个都知道保险失灵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 没口齿 不讲信用 不守诺言 入藏十七条的一个政权 任无需灰心丧志 有一个 theory 就是极权总有一天会灭亡的 任何多强大都好 历史上没有一个不灭亡的极权的 但是暂时来说 没有一个不灭亡的民主国家 例如雅典 古希腊那些 又或者什么邦联制 什么都好 即使你说美国 都是二三八年历史的 所以极权也好 民主也好 应该说 当一个制度 没办法 对自己的人民负责的时候 灭亡就已经是指日可代的事情 那今代移民的人士 很多时一家大小 而且长相明珠 如珠如宝的子女都 那结果一定是要打点得非常精细 再加上资讯发达 变成有选择困难症 那话说 竟然在这个会展上搞 二十三条实施之后 首次有一个叫做国际移民博纜 你喜欢去移民哪里都可以 DNO5加1全家申请 其实你自己申请都可以 打点这样打点那样 不过有些人呢 就是人家 咬烂了些东西 喂他吃 捉住他的手田 那些表格各样 就会开心点的 是不是 那就不清楚了 那今次的入场人数 有成四万六千人 急升了15% 那你每年搞一搞 每年都几万人 如果成行的话 那就是每年走三四万人不得止 是不是 之前要走那些已经走了 那你每年走三四万这些叫余波啦 那其实 很多人一离去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要想的 就是税务规划啦 就是至少 你可能想着 买一层楼很多啊 才走过去外国 都叫做好洗点啊 尤其是切辣之后 那你又不用多谢施永青的 他都是为自己的 就顺便益卖大家 切辣啦 没卖那7.5% 市场又有承托力的 那大家当然是 阿婆走得快的啦 你卖了一层六百万的楼 好啊 还买按揭 我当你有三四百万啦 在外国那里啊 尤其买一间八五万的 那跟着都还有八几万 慢慢撕咯 虽然 就是怎么都要打part time 各样那些 但都叫做舒服的那样 那如果你说 年轻的那班又如何啊 就是没人没物那样 那更加应该去外面闯一闯天下啦 年轻的适应能力强的嘛 你叫过五六十的 重新学过的英文啊 你就是叫他去市 咦 扔转了喔 你二十多三十岁的 又懂Google Translate 又懂CheckGBT 总有方法 你是可以叫人家教到自己的 是吧 就算是电脑老师都可以的 多些接触 又一定要用的 那不用到时候 鸡同鸭讲啦 这次博纜展之所以多了人呢 原因就跟最近啊 无论是加拿大也好啦 或者英国也好 都收紧了少少移民方面的规定 啊 这样东西有关啦 你说不是喔 英国不是说放宽吗 伴侣要求各样 是 不过钱、银方面呢 他又要求你多些少呢 那始终都是会令人有少少却步的 那但是我们就要明白啦 以前标宿标审那些嘛 富贵黄金屋 打市都要移民的 移了民 就是高一等的啦 上等人 那时候标宿标审那些是这样的 那但是最厉害就是 标宿呢 会在他公司 所有的人面前就说 我们是不会走过去移民 做人家那些二等公民 被人家去看不起的 结果 一有移民委啊 有些投资顾问各样的时候呢 绝一声飞走了啦 和这个肥嫂 就是沈殿霞 阿肥肥啊嘛 好反映到那一代人的现实啦 口里面 就爱国主义 实质脚底抹油的 那知多些都没坏的 那但是在一个移民博览会上面 通常呢 就又sale这个package 又sale那个package 十拿九韵才好啊 投石问路 有很多其实都没想过走啊 只是送自己的子女去读书 那就算了 我自己这样觉得啦 你说一家人一起走的多不多呢 不会说太多 好像连根拔起那样 那如果这条根都还在香港的时候呢 到有喜事上来啊 在香港这条根上 那就可以 找些水脚啊 那资助一下自己的子女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今次呢 就是等于以前越南而已嘛 常风行动 你有没有得再想啊 你身上那些珠宝首饰各样啊 都要不交给个蛇头 跟着闪闪人的啦 如果不是越共一杀到来的时候 那刀里刀里去 火里火里去的咯 命都没有啊 还有得你慢慢在这里自自浸啊 就话说年龄层方面 那大家可以知道啦 这些都是香港的骨幹成员 那我们不是只看走人的 也就是说他专财输入那里都会是这个年纪咯 因为他要捕捉回个人口啊嘛 受访的年龄层大多介乎30至50岁之间啊 就是应该都有 有些子女各样的那些的啦 有35%受访者呢 年薪是过港币70万 至到去100万的 而28% 又是三成了啊 就50至70万 就是一个月都四五万人的啊 如果两夫妻处合不得了 所以都叫几好洗 但是又不舍得 所以说 菜雍失马就胭脂非福 有时你以为 这些笋的东西啊 可能反而做了你的 半脚石的咯 话说啦 移民方面的理由啊 挺有趣的啊 这次的理由 有24%是觉得未来经济不乐观 就是教脚搵食 第二样东西啦 两成二啊 就是香港教育制度方便 他们觉得搞不定啊 第三啦 就是希望预备多一条出路 这个80年代才有的啊 另外有超过14%就表示了 因为香港的政治环境 那现在带有呢 铁达尼号呢 那时候有秩序疏散的时候 那个场景的 那有音乐家的话 就可以在船上面呢 彈奏着那些大提琴 巴哈 那跟着那些人在船上面啦 随随地慢慢放到救生艇里 然后离开咯 那这个是有秩序的 没有秩序的是怎样呢 你就不要看铁达尼号啦 你要看冲天大火灾 那整群人都在船上 然后白了一声断纳 对啊 洛杉矶那头 Nos Angeles 就说声Sayula la 大名老人甲 就是害怕被人认到他的样子啦 各样那些啦 就表示啊 今次呢 是第一次来看移民展的 那有新客啊 就包括了 不喜欢目前香港社会气氛 感觉失去了过往的独特性 都不是啊 现在又崩崩 又有八花蓝 又表演斩叉烧 还想怎样啊 是不是 都叫好有独特性的啦 全世界你找谁啊 可以做到一些艺术装置 拆满白花的啊 他说有改善哦 现在玩血染的风采啊 加些红色下去 而年轻人方面呢 有很多都选澳洲哦 是技术型移民 就做一下工程师各样那些 那跟着涵接过去澳洲 我不熟澳洲啊 那但是就都有几多人啊 去澳洲那里升学 容易些澳洲是贩卖学位的嘛 代鼠角 吃代鼠肉嘛 那现在其实已经算是收拾到宝的咯 以前啊 你真是望洋轻叹的啊 你望到下下子呢 移民那些项目 每个都两千万 千多万 那怎么走啊 走不了的嘛 你现在那些 买大包那样的了 又说读下书各样那些 都是百多二百万的事啊 虽然啊 啊啊 又要 to be honest 那样说 你加拿大那边呢 那个审批的速度是慢的 那不像英国这边哦 你申请BNO 你真是可能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就有回音的了哦 还有快症可以啊 一句说完 啊英国真是没得弹啊 在这方面 放救生艇方面 他都叫快的 所以虽然呢 就不是得强硬 卡梅伦那些左闪右鼻 那但是啦 对于 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啊他都算是人质易尽的了 至于能不能够 在英国落地生根 发挥狮子生精神 就是每一个人啊 啊 着手做着的事 最重要就是practical一些 啊就是 有些人就说了 去到外国没口好吃啊 出去吃亲的东西 百多元 麦当劳都百多元 大哥 人家那些是给旅客吃的 你是不是旅客啊 你已经是居民了嘛 买回居民的东西 在超市 隨便整件三文字几元的鸡 你想怎样呢 是不是这么说啊 所以入乡就除了 一句说完了 我经常认为 洋人是比较上懒散的 而这么懒散的洋人啊 都能够在外国那里生存到的时候啊 有什么难倒香港人的 不要玩啦 是不是这么说啊 就是这样 今天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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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